一会儿我们就要去外婆家喽 要去看小舅舅了 你也抱一下 不然又有好几天不得抱了 哎呦 学这么开心 他想用手来抓你 我们要背个胖娃娃 看这个小笨娃娃 小笨娃娃 哎呦 这么好玩 这么好玩 你呢 学姐 要不要去那玩 第一次去你外婆那里玩 有空了叫阿公叫姨姨一起去 等你一起去 小辉 你要去贵州吗 我带你去贵州玩 这上次那里下雪那里啊 哦 对啊 那里下雪啊 可以对雪人 去不去 去哦 等下跟我去 不去不去学校了 不去啊 不去啦 那我要一个多星期才回来 去去去啊 我要不去啊 我要不去啊 去爬山 去爬山 那上次去那里下雪那里不是爬山吗 我要爬山 你要爬山啊 要堆雪人吗 要爬山 难搞了 书都不想读了 你打瞌睡啦 等下在车上睡啊 收拾东西啊 准备出发了 去你外婆家咯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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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等爷爷拜拜先 拜拜啊 拜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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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就看你那个红包就得了 拜拜哦 你说有空了 跟我们一起去 你真的要跟着去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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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去贵州 我不去很远的不 去很远的不 而且你不得读书了不 不得读书了不 你哥哥也去是不是 那他给你打电话给妈妈 打电话给妈妈 要不要跟你们等去 那个傢伙 不捨得下来了都 哈哈哈 哈哈哈哈 怎么那么巧呢 哎呀 又在这里见面了 哈哈哈 你要开车啊 啊 肉吗 肉不肉 开车你看 我这个皮了 你又搞 要不你踩脏了 对啊 你还没得擦的 里面还要脏的 这个可以擦的 这个红蹄 我还没有 会会去吧 开车给你 灰灰灰在里面揍的不出来的 哈哈哈 他说要跟我们去 他说要跟我们去 要不要葡萄 哪里有葡萄了 快点叫我 你要拿出来吗 不拿出来 你看 你最喜欢吃 哇 你最喜欢吃 哇 你叫舅舅舅娘没有 好吃吗 好吃吗 好吃 你都不叫我 你都不叫我 你叫娘先 我这不给了我 你吃点东西先吧 吃点玉米先 饭都不吃了 吃不辣 来吃不辣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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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叫舅舅娘 我吃火车 他要给妹妹吃 你要给妹妹吃啊 你要拿 拿 哈哈哈 妹妹啊 不会拿 还不会 表哥问 为什么小表妹 这里有一条线 哈哈哈 哈哈哈 有条线 这个肉的都成细了 妹妹还不会拿 嗯 你给妹妹吃是吗 嗯 你乖啊 白手 给爸爸吃吗 白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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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看你看 喵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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到站了 喵 你终于自由了是吗 你推这个 你推这个 推这个好不好 啊 啊 终于得笑来玩了是吗 到了吧 离你外婆那里又近一点了啊 咱们先到贵阳间哦 你是在这里吗 你妈不是在贵阳吗 那个小姨在 小姨在啊 小姨 哎呦 嗯 嗯 很快的 怎么样 熟悉吗 嗯 你老妈玩到了一股贵粥味 熟悉的味道了 熟悉的美食啊 她说今晚上一定要把这一片全部扫当了 哈哈哈 汪部有点装得笑 等一下我们吃吧 对吧 吃饭吃了 吃饭吃了 美食啊 我们吃了 买杯的怎么吃 吃这个宝啊 啊 欢迎来到我们贵州啊 不要客气啊 可以找你去 我真的是贵州了哦 我是我是半个贵州人 巴士的痕 安逸的痕 够哈 不要慌 妈妈还没动筷子呢 你就开始了 吃饭了 吃饭了 都奔波一天了 累了都 吃吧 不要客气 你是不是也继承了你老妈的胃口 闻到这种麻辣味道就是忍不住了 很香的 等下回去给你打点米菇吃 今天还没吃 妹妹 你知道回妈妈故乡了是吗 这么开心 贝贝 哪哥哥要贝贝你 你贝得动吗 走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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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哥哥要贝贝 贝贝就怕你赶着跳 没有安全感 没有安全感 你是不是 妹呀 妹呀 准备得见阿婆了 这么开心 是吗 开心哦 我又累了 我都累了 廢马 肥蜂了 妹妹 妈妈 我都累了 我真的会下了 这个人不会累你 这个牛 这个牛 哈哈哈 哈哈哈 嗯 這鼻子幹嘛 怎麼了 你也 幹嘛 你也是助理人啊 哈哈哈 晚上 晚上還要找娘嗎 哎哎哎哎 跟你媽去 他都不得 打你 我打你 我打你 嗯 跟他說好好別玩那麼開心 熟悉一下媽媽 你的家鄉 哈哈哈 媽媽的家鄉 哦 哦 哦 哈哈哈 哎呦 你也聞到了 哎呦 這個貴州味道 哈哈哈 這個香蕉 打辣味 哈哈哈 啊 你以後也要變成辣妹子了 哈 也要吃辣椒的 嗯 今天晚上我們來掃這一排 掃這一排 掃當這一排 還沒到你就在想就馬上吃什麼了 哎呀這裡剛好有一條美食街 又來到了熟悉的貴陽啊 哎還是這邊舒服啊 非常的涼爽 一下車你就會 感覺跟我們的溫度 是截然不同的 嗯 嗯 然後這兩天呢就 逛一下啊 到時候 明天吧 明天我們看一下啊 啊 什麼合適的貴州特產 分享給大家 好 等一下我們就先回去了 下次見啦 拜拜